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呢 实际上就剥离了社会 中国社会的一层精英 所以这个干部路线弄到现在怎么总是说 两蛋上天啊 就坏蛋上天 笨蛋上天 这怎么来的呢 你把精英都打掉了 你把热血 有热血的人都打掉了 那剩下的不是坏蛋笨蛋吗 所以我呢 这个文章写呢 我从一个具体问题 我介绍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由此即比 谈到今天的文革的也有一些影响 也对今天对中国社会的人才断层这些问题 有影响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 我讲第二点就是 刚才大坤仲美学生朋友 他讲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非常赞成 非常重要 就是对文革要定性 你不定性分析说多了的话 还是不到点子上 那么我还同意他讲的他的定性 以及他提到的 就是那两条啊 我觉得还要加一条啊 就是说 讲到这个文革是因为犯了 杀了很多人啊 犯了很大的罪啊 怕被清算啊 然后要交给江青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问题 就没搞文革之前 就有一个打家结社 做皇帝梦的问题 这个是一脉相承过来的 所以由此呢 我也就不赞成那种所谓乌托邦的事 像说 乌托邦这些专制下继续革命 包括现在毛总讲的那一套东西 好像这个东西呢 文革还是为了整治 走资派 为了为人民群众啊 基本群众啊 争取利益啊 什么的 就是说 乌托邦这个问题呢 如果从所谓共用史的角度讲嘛 它当然是个贬义词 就是好像空想社会主义 这不能实现的 但是你用到了这个毛啊 和文革这个问题上 它就变成了一个宝义词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本着一种和崇高的理想 一种美好的意愿来干这些事情的 那这一来的话呢 就变成了好心办坏事 好人犯错误了 那就连共产党自己对文革的反思都达不倒了 也不符合那么一个事实 实际上 你就从反腐败来说的话 当然了 现在的社会财富总量大了 大家也是变成有产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腐败的话 好像这个问题就很显象性了 但是实际上在文革之前 那个腐败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要说乌托邦毛 怎么这么伟大的理想 其实这个东西的文革当中是有测算的 当时上海的时候 要搞张春桥搞资产这些批战这些法权 要搞批八级工资制 那么一分钟是吧 那么徐静贤这些人就给测算 就是说我们要是回来搞成那个 这个叫什么供给制的话 哪怕是低水平的供给制 这个上海的财政负担要增加四倍 那你反过来就是说 在那个毛时代的那种供给制情况 你看起来好像多么平等 多么原始共产主义 其实那个社会交易成本非常高的 时间不多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